欢迎收看用Wordpress和Avada组网站系列教程 这节课的主要内容是 Avada主题的升级从3.9.4升到4.0.1 如果没有看过上一期的朋友 建议重新看一遍 上一集的教程是Avada主题升级的注意事项 现在Wordpress是4.5 Avada是3.9.4 主题升级的正确步骤是 先把Wordpress主题切换成Wordpress的默认主题 备份好网站的数据库 还有Avada老版本的目录 然后通过FTP删除Avada老版本 然后上传新版本的Avada 然后回到Wordpress后台 刷新 启用新版本的Avada 这个是数据迁移工具 不用操作 只需要等待 一共有13项 提示数据迁移完成 为了最好的体验 请清空浏览器的Catch 然后点击红色按钮升级核心插件 如果你是第一次升级Avada4 这两个Slide的插件也会提示更新 升级之后 第一次访问网站前台会比较慢 Avada官方的建议是要清理浏览器的缓存 网站的样式、内容、还有插件都正常 但是感觉这个速度不太对 一直在加载中 这是因为谷歌前段库造成的 上几期有一刻讲过 中国加速插件 用极客足的CDN替换谷歌的CDN 这个插件现在的版本 和Avada4不太兼容 后来我又换回USESO的那个插件就好了 那个中国的加速插件 可能对Avada4有些东西没有识别 期待它们尽快升级 报错了 是这个谷歌的外部字体 Avada的新编辑器需要刷新 后台反应这么慢 也和谷歌字体有关 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 弹出的设置也没有什么变化 下面的页面选项 好像也和以前一样 试试这个路径翻译 文章发布正常 翻译插件工作正常 前台调用的薄荷足件也正常 后台编辑器如果很慢 第一要考虑的就是谷歌字体的问题 最后我们看看Avada的主题选项 最后我们看看Avada的主题选项 再看看Avada的主题を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